这是华夏文明中一个平凡的村庄 这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美丽村庄 这是一个属于现代都市人的生命原乡 它以起古色古香的独特韵味 承载着古老历史留下的荣耀与忧伤 在湖南永兴高亭四镇象岭山下 与山清水绿之间横卧着一位 超过六百岁高龄的古老村庄 板梁古村 村前的板溪绕村而行 屈尽通幽 村庄的古塔 古桥古前庄是岁月留给他的行 而流传村民之间的乡俗礼仪 周礼古宴则是他的神 是这个古老村庄能够延续千年的精气神 被古村人习惯称之为周礼古宴的香俗文化 其渊源可追索到周朝三里之仪礼 经过千百年的跨越 宴礼仍保留着仪礼的主要城市 仪礼分 接客 宴客 送客三部分 仪礼班子 由丝礼 丝月 丝厨三部分做成 整个仪式把银客 安客 祈福 牌座 明月 演唱 菜肴 美食等 以固定形式流传下来 吉祥童子前方引路领着贵宾 跨过一座三孔九板的石板桥 这是近村的必经之路 临仪乐队尾随宾客 一行人浩浩荡荡 锣鼓喧天 让远道而来的贵宾家喻户晓 过了接龙桥 迎客队伍走村串巷 穿过关道 踏过青石板路 一路上 四月演奏不停 或是节奏明快的湘南花鼓小调 或是婉转绵长的鼓昆墙 客人听着听着就来到了艳客的祖厅 一般风水 五五可谁 宾客跨过门栏 拾击而上 入得外厅 四礼上前 又是三声口礼 把宾客往上作音 祖厅传备 以茶代酒 住酒四杯 喝此四轮 甘家 趁家 趁 趁 征考 动力很佳酒 四杯一杯 趁 趁 用一筹红丝钻 把所有宾客热情地紧紧包裹 表达的是主家对宾客的满怀祝福 顿时祠堂里的气氛便欢腾起来 待思乐开始唱吧 思愁们便开始有序上菜 司礼送上热情的祝就祠 三班人马之间有需配合密切联系 宴席三亭到位寓意步步高升 大阅三曲为篇唱赞三合成章 敬酒三巡成礼菜肴三三加一 待第十道菜上来之后 象征着十全十美团团圆圆 也就意味着宴席来到了尾声 待客人吃饱喝足便是送客环节 一杯尖家兵 天地是事串 正夜没计较 您是夜醉人 博酒一杯 宋军千里 是古村人对宾客感激之情最朴实的表达 显而易见 周里古宴是这个古老的村庄 对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一种表达仪式 这其中 蕴藏着中国古老的宗法礼仪 如学传统 彰显了古村人民 尊老 敬老 融合 有序的人们理念 堪称 湘南民间文化 活化石 周里古宴 于2014年成功入选 升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生动 活泼 巨像地反映了湘南古村深厚的文化底蕴 同时 它也赋予了新时代 郑州人民的 精气神